Hello 多謝你收看我今集的YouTube Channel 我叫Windy 今天我將會做一個甜品 如果你是來過英國玩 尤其是去南部的時候 你可能會聽過Cream Tea 其實以前我在KFC吃東西的時候都會叫這個 中文名叫做漢心餅 首先篩了自發粉 之後下軟化的牛油 用你的手指搓勻 當混合物已經搓成沙狀的時候 你就下砂糖 然後很快地攪勻 再下提子乾 雞蛋 然後拿一把刀 攪拌均勻 攪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再用手搓搓粉糰 這個時候粉糰可能還是乾乾的 可以放進去 加入牛奶 幫助它容易地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當麵粉已經搓勻了的時候 我們就用一個棒棒 滾上去 我記得我有個朋友 聽聞做這個寒鬆餅 要把麵粉放在冰箱裡半個小時 不用太麻煩 灑麵粉在桌面上 滾粉團 厚度至少一吋 拿個帽或杯子 壓出餅印出來 拿一個盤 放一張烘焙紙 non-stick paper 然後把所有烘鬆板放上去 餅的表面 灑點 辨粉 然後把盤放入 預熱烤爐220度 大概15至17分鐘 然後拿出來 炭凍 再切一半 塗牛油 果醬 再加Cotter Cream 嗯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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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